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新一期的大城小里 咦? 你今天不是在辦公室錄影 你去了日本 你去了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沒錯 這個不是大家一般去日本旅行去的地方 不是東京大阪 不是吃飯飯 不是去主題樂園 是去了日本 九州西蘭堡一個地方 叫做島原城 為何要去一般人都不會去的地方 其實今天有一個題目 是關於我們的信仰 生命倫理 我們也有一些反思 在這個地方發生 為何要選擇這裡 有一段片給大家看你就明白 這裡是日本的天主教堂 其實就是在日本長期市的蒲上天主堂 咦?今天是日本的 說天主教? 是的 日本是有天主教信徒 並且一段可歌可入的歷史 時間就要說回到十六世紀的時候 當時的天主教會 尤其是耶穌會 以及其他的中派組織 就開始來到亞洲地方 來到日本 去宣教 所以就開始有日本的基督宗教的起源 他們就叫做切之丹信仰 當時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宣教士 就是沙蜜略 Savia 他在1542年 由西班牙 西班牙的北部輾轉 經過印度 然後最終來到日本 去宣教 這也是一個相當艱辛的旅程 想像是沒有飛機 坐船也不是容易 因為當時是沒有蘇黎士運河 他要兜過整個非洲 過了好網國 再過阿拉伯 印度 馬六甲 然後來到日本 去傳教 力盡艱辛 來到這裡 就開始有人信 當時也有相當多 數以十萬計的日本信徒 包括一些大名 例如高山右近 是其中一個很著名的武將 積田信長 和封臣秀吉的眾臣 但是好境不常 在日本的天主教發展 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因為當時的 莫苦將軍 就是禁教 有幾次的半天年禁教令 甚至有信徒的大屠殺 所以在日本 天主教的發展 就是非常之不利 當時有很多種禁教的做法 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要他們 踐踏聖母 因為天主教信仰 有聖母的信仰 表明你不信 就要用腳踩聖母 然後在神社的廟面前 有些告示 就會捉人 如果誰收藏基督徒 就要告發 那些到今天香港 我想你都很認識的一些例子 如果你想知道 多些究竟發生什麼事 以及可以很具體看到 你就可以看看這齣沉默 幾年前拍過的電影 而這些事 就發生在當時 日本南邊 九州的地方 因為外來的船 來日本 就是遠航過來 最先抵達 就是九州 九州的西南邊 島園 天草 長崎縣 這些地方 都是最早接觸到 西方的基督信仰 主要是天主教的信仰 而這個傳播 宗教信仰的傳播 後來去到一些大名 即是那些很重要的武將 也有相信 一般的市民也有去相信 那時候 是差不多有幾十萬的信徒 後來莫苦 即是頒布了半天年 即是禁教令 以及試過幾次的屠殺 去後 是發生到天主教徒 是有叛亂的 就是一個叫賭源之亂的歷史 賭源之亂發生在原城 即是在天草市 九州西南邊這個地方 前後也是發生了幾年的事 在日本的歷史 也是一個重要的事件 因為這是江湖幕府 最後一次叛亂的事跡 所以在日本的歷史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今天的賭源城 就不在這裏發生的 這個是賭源城 這個賭源城 即是天守國裏面 都有當時天草四郎 領導者的紀念碑 還有一些天主教的遺跡 還有當時的文特等 是有發現的 另一個地方就是長期 我相信有很多人去九州旅行 都會去這個地方 除了福岡 我相信長期也是一個很著名的地方 大家都會去 長期很多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會去看原爆 看原子彈紀念館 長期可能要吃拉麵 不對 其實有天婦羅 有蛋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天婦羅 原本不是日本的本土食物 其實是西方世界 即是西班牙葡萄牙 教識當時日本的信徒 用炸的方法來處理海鮮 其他的食品都是用炸的方法 tempura這個字 原本是拉丁文 當然 近期的還有長期蛋糕 大家都很喜歡吃蛋糕 也很明顯 蛋糕一定是西方的柏萊品 然後日本人改良 所以你看到 其實日本受西方文化影響 信仰也有 有生活文化各樣都有 剛才也說過 去長期一定要去 這個原爆紀念館 一定會去 除了原爆紀念館 長期也發生過教案 就是有26個聖徒 天宇教已經將封聖 被釘十字架 在今天釘十字架的地方 就有26聖人紀念館 也建了一個教堂 去紀念 這個也是一個可歌可入 在日本禁教的時候 相當慘烈的歷史 如果今天大家要去看 長期都可以去相對的教堂 這是蒲上天主堂 大家可以去看 去參觀 都應該可以去彭雕一下 發生了這麼多事 有教案 又禁教令 當然大家就隱藏 就像今天 你問香港有什麼意見 大家都不會有意見 大家都是隱隱藏藏 活著就好 所以之後的200年 日本的天主教徒 就變成了一個文化 就是一個隱藏基督徒 隱藏天主教徒的文化 信仰不能夠再表達 但可以怎樣去活出信仰呢 唯有用一下觀音像 但是弄個耶穌下去 沒辦法 你拿個耶穌像 你拿個聖母出來 不行 那就觀音了 甚至有些時間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背殼 不知道你看到嗎 有個圈裡面 他們說看到聖母在裡面 他們唯有用抽象的方法 去紀念聖母 耶穌的信仰 又或者在家裡很沉溺 很隱溺 收藏一些聖像在柱裡 在神社的背後 就丟個天使像下去 潛藏了200年 最後到了1865年 終於他們看到有神父 從外地來到的時候 他們就去探望一間教會 問神父 我們可不可以假裝告解 這裡是不是教會 我們已經在這裡隱藏了200多年 這樣在1865年 這個日本的隱藏基督徒 才被世界認知 再去到20世紀 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 真的來到日本探訪的時候 就特意用日文 跟日本的信眾 說回 很支持他們 很感動 現任教宗也有來過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想來日本旅行 去這個長期與天草地方 潛藏基督徒相關世界文化遺產 你真的會看到很多 包括有塔塔咪的天主教堂 在長期、紅本、天草等地方 大家都可以去一下 不容易去的 不過我覺得作為信仰的體驗 大家可以去看 其實說回 真的不容易 就算今天 你是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在日本 因為宗教的信仰 是連於神社 所以 其實要改變信仰 對日本人來說 也是很難 所以今天 到今時今日 日本人信仰天主教 基督教的比率 都是很低 但我們也相信 有曙光 正如在二十六人紀念館裏 都有一個榮光的紀念堂 我們也相信 神的光 照照耀 黑暗也是抵擋不了 天草是一個很出名日落的地方 所以拍給大家看 最後也有一個彩蛋 但是明天主小的 expression 每年人都沒有了 五十七尺 三十七尺 那四十八尺 二十八尺 另外一座 我們未來更多 大地來寄五十八尺 數學者 我進食 我們也有阿rant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